我希望能够跟新旧一起合作 开出一条新的路 零度环桥餐厅是哪一年成立的? 2011年 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进环桥 还没有进环桥? 对 那时候有 我知道有 师父有西马的老师父一个 然后 这里本地就有师吴的师父 那你本身是哪一年进入环桥三条? 我进入环桥应该是六年前的 你本身是哪里人? 零度环 从事厨师多少年? 我17岁入韩到现在 17岁入韩到现在 就累积了很多年的生意 还好啦 我们这里环桥最出名的青瓜排骨汁 还有菲律宾炸猪脚 辣香猪手这些 鱼头汤 这个全部是环桥的特色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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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这一次勤满公圈 这个我们这个活动 嗯 这是环桥餐厅 对我们新洲日办联合主办的这个 嗯 你呈现的这个菜式是属于哪一种? 里面不一定都有 都有 像那个椰式虾就比较本地马来西亚风味的 那可以谈一谈说 你这一次为这个活动 期满中秋的这个活动 设置了这六道菜 那么有些什么特色吗? 这六道菜 这六道菜里面 有老人家 小孩子 大家都喜欢吃的 大家都能够吃 一个set menu 我都会想到这一点 不要说 只是单单一个辣 辣小孩不能吃 那么你来我这里买东西 买东西回去吃 全部买了大人能吃小孩不能吃 那也不是办法 尤其是像 你不要全部炸嘛 老人家不能吃这么多炸 就是这样子咯 有炸有闷有蒸 另外一个菜单 这个是蒸 另外一个菜单就是炸 不要拿完全这个set 我拿一条下也是可以 其实能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也是很好 因为比较好